HELLO 大家好 在开始影片之前我也想宣传一下 大约在一个月之前 我发展了我的新商业 就是这个租借包包服务 不好意思只会在美国 因为始终人在美国 如果住在美国的你也可以看一看 就是luxuryfashionrentals.com 先拍一条Chanel的购物分享 感觉一段时间没坐定在拍影片 因为最近我出的影片可能是一些旅游片 或者去活动的影片 但接下来还会有开影片 就是louis vuitton的开影片 还有黑色星期五购物分享 我们现在事不宜迟 立即开始 先讲我现在新穿这件衣服 最近新买的 就是这个比较厚身的磨衣 其实有点热的 因为我开了暖气 因为l.a.最近都很冷 真的冬天 但其实不够说香港冷 或者其他east coast那边冷 但我习惯了在l.a.的天气 所以感觉有点冷 是这样的 比较厚身一点 不是滑绿绿的质地 比较像是 不知道怎么形容 总之是无衣 完全不滑的 但也不刺激 我里面 现在没有穿一件 可能小背心 白色那些 或者黑色 但如果我出街 因为我今天没有出街 而且没打算出街 一会儿 所以现在没有穿一些背心 在里面 但如果打算出街 我会穿一件小背心 在里面 感觉好像 真的太热 也可以脱 或者 感觉好像 如果出街 出得久 好像有个小背心 隔着 这些毛衣 会比较好 然后有这个很大的CC logo 正正中间 其实都是这么多 而且我现在穿着睡裤 粉红色的睡裤 这个也比较短身一点 而且这个尺寸 是他们最小的尺寸 就是34号 但感觉好像是再小一点 因为这个款式 宝儿跟我说 比较出小一点 但对我来说 我觉得很合身 因为平时Chanel的最小尺寸 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松 但这个真的刚好 有点像是XXS的感觉 而且发现 通常Chanel 或者Louis 可能这些质地 一拿去干洗的时候 一挂起的时候 开始会松 或者大件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合身 而且它CC这个地方 是一个冷的质地 所以有点和粉红色的质地 是有点不同的 看到吗 后面是没有东西的 完全没有任何logo 只有前面 所以这个款式也很抢手 它好像总共出了三整颜色 加上这个颜色 就是有这个橙色 还有这个好像不知道 黑色还是深蓝色 好像是 我会加一些照片 我喜欢这个粉红色 因为我最喜欢的粉红色 而且这个款式也是一些 比较长青的款式 所以可以十年之后 拿回来穿也可以的 这件衣服 不是太疯狂 而且我现在讲话 有点不太清楚 因为我有生了个菲姿 在旁边这个地方 口腔的地方 所以讲话有点不清晰 接下来讲这个小小的 一袋的产品 从小到大 这个产品 非常抢手 是一个饰物 平时我很少买饰饰物 但这个是必买 不买不行的 不过 忘记说了 刚刚看到 这件的毛衣 会跟着这个袋 写着Chanel 然后后面有一个透气的 通常可能是一些T-shirt 或者这些 会被这个袋进去 但我另外也有问到 是奥宝宜拿这个衣架 还有一个garment bag 一个可以套住 我也 prefer挂起它 会好一点 不止贵的衣服 其实所有的衣服 我都 prefer挂起 可以看到哪一件衣服 比摺起 我讲完这个 快点讲回这个小小的饰物 就是拿这个盒子入住的 还有有点热 现在开始这件的毛衣 就是有这个小小的袋子入住 猜不猜到是什么呢 这个是超红的 如果有follow看Chanel东西的朋友 应该知道是哪个 就是哪个东西 就是这个 夹仔是一个发夹 就是写着Chanel 有点喘气 而且现在太热了 然后有一点小小的 好像钻石 珍珠 不是真的 但是一个很Chanel的款式 而且它 那个 怎么打开的呢 就是这里这样 就是这样打开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 然后拍起来 就是这样的 另外它这个款式 也有出到胸口针 同一个款 但是不是这个夹 就是这个胸口针 但是我对那个一样 因为我真的很少戴胸口针 而且就算这个夹 其实我也没夹过 试过上去戴 但是有点容易去脱 因为可能要 扎了一条边 然后有一条很幼的胸口针 然后扣这个上去 可能会 比较稳定一点 如果这样夹的时候 而且我分这一边 所以如果我 这边是顺手一点夹的 但是Chanel 会反转 所以我要夹这边 所以更加 会不稳定 所以到现在这个夹仔 所有都还没带出街 但是是一个很好的收藏 一件 产品 因为这个超级超级 Signature 还有 有所有Chanel的元素 超级超级漂亮 这个发夹 你看看有没有机会 戴到这个 下一样 就是这个 大件一点的产品 是一个包包 还有我接下来说的 全部都是包包 这个包包 非常特别 因为在美国 有可能一些 Bloomingdale 或者一些白货公司 才会有 在Chanel Boutique 很少出这个尺寸 但最近 可能入了这些货 因为通常可能 在香港 亚洲 或者欧洲 才会出这个尺寸 也要拥有一下 因为没拥有过这个尺寸 大家猜不猜到呢 就是用这个布袋 很明显 就是我最喜欢的 这个款式 就是这个 Chanel的flap 这个是最经典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 small size 平时我最喜欢的 就是medium size 这个是小一级的 很罕见 在美国 因为通常他们 都是入medium size 但其实不是差很远 是差一点 但是真人看 真的看得出 因为这个small size 是比较方一点 但是也是 这里也是长 不是整个方形 方形是square 这个也是长方形 人看上去 size分别大一点 比起照片 看照片的时候 有点像medium size 然后讲这个质地 来近镜 就是这个红色 但是是偏一点 coral一点的 红色 另外它有点 亮亮的 质地 而且是caviar 最喜欢的caviar 因为内容一点 比起lamp skin 它那个 这个hardware 就是这个 类似一个 是不是浅金色 其实我对这些hardware的颜色 其实没什么特别 好这个颜色 浅金色 黑色 或者金色 其实我也没什么所谓 听说金色比较罕见 但对我来说 其实差不多 另外我拿了这一块 也一样 后面这里 有一个袋子 可以摄一下东西 通常我也不用的 这个位置 另外下面的底部 是这样平的 然后 一打开 真的跟平时的medium flat bag 那些结构 那些都是一样的 只是包包小了一点 拥有第一个small size 暂时他们 可能有三个颜色 但另外那两个颜色 都非常似 跟我的medium 我记得有beige的颜色 还有另外一个 好像是 淡粉红色 不是淡粉红 是baby pink的粉红色 但那个我已经有medium 是极度似样的 颜色 只差一点尺寸 所以我没买到那个 因为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现在等着 看看有没有出其他颜色 但也很期待用这个 我感觉它的容量 应该跟medium的size 应该差不多 到下一个包包 就是这个 其实没有绑到丝带 因为我pick up的时候 都比较有点赶时间 所以完全没有绑到 我也没所谓 因为我都知道 我会拆掉它 回到家 我都会查询一点 所以放了丝带 这个真的极度极度极度 极度漂亮的 这个我其实 不知道好像三月的时候 我就miss了 因为那时候很多事发生 我又好像在boston 非常好运 那时候没入手 第二批 就是第二代 我现在买的这一代 皮质有点不同 质地 没那么绑到 因为现在 接下来说的 其实是lamp skin 还是好像是 小羊皮 不是很绑到的 不过先不要说这么多 让我展示给你看 不要说这么多 就是这个 还要是白色 我之前不是说过 永远不会再买白色的 lamp skin 但这个真的忍不住 大家看看 就是他们这一款 非常chanel 有这个假珍珠 但真的很漂亮 这个 是金气 让我摸摸这个 纸 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这个款式 那时候非常后悔 之后没有买到 但是幸好 现在出这一批 比较坚硬一点 好了 拆了这些纸 就是这样 它有一个肩带 不能较长度 这个 很漂亮 非常chanel的感觉 是比较薄一点 而且后面是这样 后面没有一个袋子 像刚才那个classic flap 那些 它的硬件 是金色 但有一点 好像不是shiny 有一点 好像旧的感觉 一打开 就是single flap 这个 也比较小一点 计算一下 就是这样 它的尺寸 比wallet on chain 但又不够 像刚才那个classic flap 那么大 再看 有点像wallet on chain 的旁边 但比较大一点 里面有一个可以放东西 还有拉链 旁边可以放东西 有点shiny的感觉 不是说是matte的皮 所以后面看到真人 摸过一下 也觉得这个 还可以的 没那么软身 那么容易 感觉没容易弄髒 因为没那么软身 有这个金色的 像是CC 两边都有 很漂亮啊 这个 底部就是这样 这个是seasonal款的包包 但真的有一个很 很有classic 款式的感觉 这个 而且很chanel 然后下一个 买得白色 当然有黑色 这个是第一想要的 而且忘记跟你说 这个款式的包包 有分两个尺寸 这个是他们的大尺寸 另外也有一个小尺寸 一会儿你会看到 小尺寸是如何 金色的硬件 也是同一样的珍珠 只是黑色 后面也是一样 下面底部 已经背过出街了 这个也非常好 真的很漂亮 这个 我可以斜背去背 或者旁边 但我 prefer这个 可能斜背 会比较好 里面也是一样 这边也有拉链 另一边也有拉链 可以放东西 就是这样 到最后一个包包 就是这个 刚才已经说了一点 是同一款 但不同尺寸 因为如果我喜欢一个款 我会狂买他们不同颜色 大家先看看这个 有这些入主 不过你看到尺寸 我先拆掉它 就是同一款 但不同尺寸 就是 看看这个 这个小很多 大约是 没一半 但可以相对起 就是这样 看清楚 没一半 没一半 然后就是 比较好像 像长方形的 直去的长方形 不是横的 长方形的感觉 而且 又不像wallet on chain 但是 因为wallet on chain 是打横的长方形 这个是直的 但容量方面 装的东西应该差不多 或者再少一点 因为我觉得 打横身 长方形的包包 感觉好像常常装多了一点 但是 没用过这个 所以我还没知道 但是 大致上的 它的结构 差不多 只是尺寸不同 但是后面 没有一个 摄东西 那些都没有 然后里面 就是 这个没有拉链 只有两边 可以摄东西 这个看来真的小很多 很漂亮 这个我没有买白色 因为白色 起初一心都没想着买 但是看他真人那么漂亮 而且我也是 其实喜欢大一点的包包 多一点 但是又觉得 这个黑色又很流行 长春款 所以只买了这个黑色 好了这条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们喜欢 而且我所买的产品里面 你们有喜欢哪一款的包包 或者喜不喜欢这件衣服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like这个影片 subscribe我的频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微博小红书 还有我的startup的page 我都create了这个youtube channel 就是luxury fashion rentals 可以search一下youtube 就可以看到了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bye bye